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非常的 和我们现在的是不一样 她写的非常的温情默默 她是写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 是吧 在那样一个年代 以女性的敏感 她写下一种对爱的朦胧的向往 这个小说是讲述一个女作家 钟宇啊 吃爱一位有家事老干部 但老干部呢 她已经有婚姻了 是吧 然后阻碍了她们感情的发展 两个人只能终身的默默相望 所以铭心刻骨啊 所以这个爱情与婚姻呢 它是造成了一个大的冲突 道德与人性有一个矛盾 所以是这部小说呢 在当时呢 她对爱的那种渴望和呼唤呢 在当时有一种挑战的一种意义 大家很难理解 当时要讨论就是说 那个女作家钟宇 就不应该去爱那个男作家 男领导 那个是一个什么部长 张杰这个医生呢 都很爱一些部长 他后来果然嫁给一个老部长 但是后来又离婚了 然后又痛恨这些部长 发现部长也没有那么伟大 没那么高大 张杰呢 这个大家想一想 在1937年出生 是吧 在文革后 比如说1977年 他40岁 1977年40岁 82年代出了他40多岁 那还是风华正茂 是吧 我至今呢 听起这个谢老师 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大师谢老师 一谈起张杰 所以两眼还是放光啊 可见张杰当年是多么多么的有魅力 这个 当时女作家不多 是吧 那么长得好看的女作家更不多 所以这个像张杰呢 他写出那种爱情 总是会被 也是被这些想象 被这些男性的研究者 评论家们的这个想象为 这个是 具有这个洛神啊 这样的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形象 那个时候呢 黄秋云啊 广东的黄秋云的评论家 写了一篇非常优美的评论文章 我记得很清楚 都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 他后面 我后来也没有找到那篇文章 就是发表在文艺报上 后面有一段说 如果说女作家自己 他这么写 他一直就是这么写可以 但是如果女作家自己 现在这么深的感情里面 那还是不太好吧 有些可惜吧 意思是不是应该到广东去 是吧 这个 那么 这个 他对这样一个朦胧的爱情 就是这种柏拉图 就是太柏拉图了 就是说 只要默默地望一下 看一眼 那么 然后中间的支持天涯那种 其实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论 今天会觉得 你们会觉得难以理解 是吧 一个人爱另一个人 是他的权利 是吧 那么他妨碍不妨碍他 这个有法律来做主 是吧 当时叫做道德法庭 当时有一个刊文叫做作品真名 就是 由于很多激烈的一种反 批判 然后报纸上的文章 也是文艺报上的讨论 也是很多 就是说 这种 婚外恋 就是人家有了家庭 你就不应该爱这个人 你如果爱他 你就不到 你这个忠语 是吧 你这个一个人 你可以有 这个老干部 已经有家庭 就不应该那个 那么老干部呢 自己已经有老婆 是吧 在战争年代 因为什么救过他 是吧 然后他就和这个 工人的女儿结婚 但是工人的女儿没有文化 他们没共同语言 但是他就默默地承受了 这样一种婚姻 但是呢 这些的都被认为 就是说你就要接受 这样一种状况 是吧 你不能够去 另外去 就是自然间的作风 就是搞 乱搞这个男女关系 就是腐化 堕落 就是不道德的 当然这些都 不太有说服力 有说服力 就是双方都引的 都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经典语录 那么恩格斯的 有一条语录 在《家庭与私友之》的起源里面说 他说没有婚姻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最重要的经典的依据了 就说恩格斯说过 那个时候不是说 你的道理怎么论书 都没有用 只要恩格斯说过 毛泽与私说过 这个就是真理 这个就是最正确 恩格斯说过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 所以呢 就说这个 老干部的那个婚姻 是不道德的 所以忠于了 爱那个老干部 他是对的 他是可以的 他不会不道德 是吧 因为他已经不道德在先 所以他呢 就没有不道德 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大家觉得 那个时候的争论呢 问题都非常奇怪 但是呢 在这里呢 他其实 为什么把它放在 人心论和人道主义 就是要关注人的情感 关注人的内心 这个小说呢 他开始向内去写 他的一种内心的 那种 那种情感 把人的 个人的那种 私人的情感 爱的情感 能够做一种公共的话语 做一种公共的 这样一个 事件来跟他表达 因为我们过去的小说 写了只能 共同兵的感情 是吧 写了只能是革命 在革命的一种 关系当中 他是不能够有一种爱情 大家记得这个 像瓦地山的战役 陆林的瓦地山的战役 写了这个志愿军 和朝鲜姑娘的这个爱情 这是不行的 是吧 战士 只能有战士的感情 对祖国 对人民的忠诚 他不能有个人的爱情 所以 当然刘宝的故事 是还是解放 其实是解放 初五的五零年 那个时候写的 后来像这种东西 都很难存在了 当然后来改变成电影史 刘宝的故事 也是在借助 是五七年改变成电影 他也借助五六年的 这个双百方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文革后 爱是不能忘记的 它是有一个开创性的 就把人的话语 把人的情感 把个人的内心 开始呈现出来 所以这是他 很独到的地方 而且这个小说呢 他写得非常委婉和细腻 我这里这个 弄了些不知道 为什么老是乱马 所以 每次一遇到 这个谈爱情的 这个他就忘了 这个电脑 不知道为什么 缘故 这个电脑 所以机器人 看一个 换一个版本 这个大家可以 看得到一点 就是读得出一些 就是他 最讲他 为什么能迷恋他 你看他有点叙述 大家有这本书里面 有这本书 大家有吗 就这里面有 爱是不能忘记的 那么哪一位同学 手中有啊 有 有吗 哪一位有 好 那你读一下 读一下这一段 他那么迷恋他 你翻倒了 应该是在 就顺着那个乱马的 也给他读出来 读给大家听一听 大家听不到是吧 要不你到这里来读 那你看 还有两段 有吗 我先来读 你找到那个乱马来 然后你接着读 他那么迷恋他 却又得不到他的心情 有多么苦呀 我这样读毫无感情 一点都不想 迷恋他 这个 为了看一眼 他乘的那辆小车 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 看一眼他的后脑勺 他怎样上会苦心地计算过 他上下班 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 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 他坐在台下 隔着距离 烟雾 昏暗的灯光 串动的轮头 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 什么东西 大概是 面容 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 他便觉得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凝固了 泪水会不由地充满他的眼眶 为了把自己的泪水 满住别人 他使劲地咽下他们 从到他咳嗽地想不下去 他就会揪心地想到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吸烟 担心他又犯了气管炎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离山那么近 而又那么疗远 他呢 为了看他一眼 天天从小车的小汤里 眼巴巴地瞧着 自行车道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辆 闹得眼花缭乱 担心着他那辆 自行车的假 领不领常常 啥领不领 就不会去车路 也是难受的 难道万一有个不开会的夜晚 他会不乘小车 自己对了许多周折 来到我们家的附近 不过是为了请我们家的大历门口 走这么一趟 他在摆盲中 也不会忘记 注意着各种发生 为的是 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特殊 在他的一生中 一切都是那么丰富 明确 让他是在最困难之后 但在这案情面前 却变得这种软弱 这样不能为了 这在他的年纪来说 实在是滑稽可笑的 他不能明白 生活为什么天天是这样安排着的 可是领导他们难得的在机关大院里碰了面 他们又竭力地躲避着对方 匆匆地点个头 便赶紧地走开去 即使这么 我自己使我母亲失魂落魄 失去听觉 视觉和思维的能力 视觉立刻会变成一片空白 如果那时 他遇见一个叫老王的同志 他一定会叫人家老婆 对人家说些 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他一定仔细地挣扎过 因为他写道理 我们曾经相约 让我们消费忘记 可是我欺骗了你 我没有忘记 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 我们不过是在相互欺骗着 把我们的苦楚深深的意义着 不过我并不是有意义 我曾经多么努力地去实行它 有多少次 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把希望寄托在时间和空间上 我甚至觉得我似乎忘记了 可是等到我出差回来 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地 使我红昏眼花的心跳 不是怎样急切地站在月台上 我张望好像有什么人在等着我似的 不 当然了 对我 我明白 一切也没有挂住 一切都还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免费一年 就跟一棵大树一样 它的根却越来越深地扎下去 想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 只要拔掉这生了根却越来越远离北京的地方 每当一天过去 我总是觉得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或是夜里突然从梦中进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 什么也能发生了 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 没有你 于是 什么 都显得有缺陷的 不完满 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迷惑的 我们已经到了这一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 为什么还要像小孩子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 总是让人经过坚信的跋涉之后 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 展现在你的目前 而这梦想 因为当初闭着眼睛走路 不但在岔道上错过了 而且 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风格 对了 妹妹母亲从外地出差回来 她逢不了我去车站接她 她一定愿意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夜台上 享受她去接她的那种状态 她的无法用白了的可怜的妈 简直就像个痴情的女孩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两段 我中间揭学了两段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感情 写得那么真挚 是吧 她写出那种状态 就是说那种爱 渴望不可记得爱 是吧 然后呢 有一种内心的那么复杂的 那种情感 深深的埋藏在内心的一种深处 当然今天看起来 你们会觉得这种感情非常可笑 也很可悲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情 我不知道有吗 你们年轻一代的会有吗 说有的举下手 说现在还有这种感情的举下手 有吗 都没有啊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越来越多了 五个 六个 七个 但是还是太少了 这边都没有啊 这边都是 这边一个都没有 好 八个 有 有 好 九个 还有吗 你是不是举手 还有一个男同学 唯一一个男同学 两个 两个 三个 好 三个男同学 哎呦 这还是说没有的 说没有这样的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情的举下手 好吗 也没有 只有一个 好 那这位同学你说一下 为什么说现在没有这种感情 好 来 你说一下 哎 对对 哎 就是说现在不需要这种柏拉图式的 那么你认为这种感情是一种病态的 还是说美好的 还是 我觉得挺美好的 就是美好的超过了现在的结束 OK 好 那么好 等一下坐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和同学讨论一下 就是说你论一下文学作品 它和一种时代的经验 是不有 时代就不可超越性 就是一种时代 它只能写出一种时代的经验 那么你觉得有一些时代 甚至在那种压抑的年代 它那种经验 转化为文学的经验 是很可贵的吗 就是 当然我这种提问太诱导了 就你看似乎只能是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你觉得还是 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就是说在一种 我们看前苏联的经验 苏联在强大的一种压抑底下 它其实出过很多好的作品 但是伯利强倒塌之后 现在好像苏东坡都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叫苏东坡 东欧叫苏东坡 那个东欧 苏联 前苏联苏东坡 那么它没有 再也没有什么 也可能我们翻译的不够 了解的不够 但是确实是 不像过去有那么多 出现那么多的作品 当然我们现在说 比如说在中国 我们一直说 中国现在乱轰轰的 又是政治又是市场 那么好像我们这种情况 不容易出现好的作品 你会同意这种判断吗 您的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不太出现了这种 我爱情的作品 就是说我们是否说 缺乏这种现实的依据 就是因为经验 总是要有一种现实 这一点文学 它是有一种现实的一种实在性的 就是说它总是有一种现实的经验 是吧 这种现实的经验 是否计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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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计判断的